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清楚她身边有什么朋友 她是我朋友讲了一万遍了 她绝对没有就是跟我就是有情侣的关系 从来没有过 然后我都很少看那个杂志 八卦杂志 那所以这些我都不管 对 吴雨菲直至音乐会前一晚都还在积极彩排 不知是否今想彩排之后 就可以与男友余文乐共享二人时光 问及此事时身旁的Fiana 立刻爆料称Carrie当晚虽然疲倦 但依然春风满面 她走的时候 因为我们昨天彩排到很晚 到一点多 大家都这样好累的走着 然后她是开心的走着 可能她平时她 我平常也是很开心的走啊 可能可能 另外余文乐日前 在看韩国超人气天王 之Dragon的演唱会后的不当言论 立刻惹来GD粉丝炮轰 其后乐仔的粉丝 又加入战团引发口水战 身为女友的Terry就立刻表示 阿乐被网友误解 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骂战 我觉得其实是很小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就是误会了她 她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她真的觉得 GDragon那个晚上厉害 真的很好看而已 GDragon的演唱会 GDragon的演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